要想造一颗原子弹总共分几步 这一分钟保姆级教程包胶包毁 首先制造一颗原子弹 至少需要40吊左右且纯度为90%甚至更高的U235 而它的含量在U矿中仅占0.7% 其余都是不可裂变的U238 所以第一步你至少要先挖到3000吨U矿 第二步经过多种熔液成练碎剧后就得到了黄饼 但现在黄饼中的U纯度也只是提升到了40%到70% 这还远远不够 你只能动用离心机进一步提炼 第三步将黄饼转化为6孵化U7体后 放置于离心机中央反应室 而后离心机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 将U235和U238分离 不过要说的是这个过程 需要离心机消耗几百亿度电 高速装上35年时间 所以说这几百亿度的电费你也得准备好 这样才能得到40斤纯度为90%以上的U235 最后把这些U235放入核反应队 再加装一个能进行核裂变的装置 OK 到现在原子弹的制造 就大功告成了 那接下来你会把它投到哪里使用呢